公司上市 我分了六千万财务自由了 回家跟父母开玩笑 说被公司裁员了 准备回老家啃老 结果父母当天 就把所有的房产都转给了弟弟 说他们也住弟弟家 让我出去租个房子 女朋友也过来跟我分手 我笑了笑 痛快答应他们的要求 瞒下了六千万的事 爸妈 我突然回来是因为被公司裁员了 要不你们养我一段时间怎么样 我看着爸妈愣住了的样子 刚想笑着说一声 我开玩笑的 吓到你了 却看到我爸拽了 我妈一下 然后两个僵硬的冲我笑了笑 没事 休息一下不怕了 啊 你回屋协会 我跟你妈等会有点事要出去办 随后两个人匆忙的回到了卧室里 我害怕他们别当真了 替我着急 刚想敲门解释 只听到我爸在卧室里说到 徐宾没了工作 躺在家里 他不是想啃老爸 那可不行了 老爸 趁他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家底 我们赶紧把家里所有的钱 房产啥的都给老二吧 省得他惦记 我妈声音有些犹豫 所有的房产 但有一套房子 虽然写了我们的名 但是冰冰给自己准备的婚房啊 就这么干了 能行吗 我爸着急到 写我们名就是我们的 他在大城市有正经工作 还是老大 为弟弟着想下怎么了 婚房他在努力赚钱买不就好了吗 哎 我就怕冰冰感觉我们偏心 偏心什么 我们是他爸妈 养他长大的 而且他这不是失业了吗 给老二还算帮他攒起来 要不然他好吃懒就不去上班 都给拜光了怎么办 我妈想了想 最后点了点头 行 那我也跟耀祖说一下 让他别瞎说话 我靠在门外的 自嘲一笑 回到了自己房间内 我知道 从小到大 父母都更喜欢学耀祖 因为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 耀祖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 从小父母就跟我说 你是老大 长兄如父 不管对错你 都要让着弟弟 我们赚钱很辛苦 为了你早起贪黑的 所以给你留在老家 也是没办法 你现在学籍都在那了 要过来也不利于你学习 你就在老家吧 我们还得招你弟弟呢 我体谅父母的不容易 所以大以后 再也没花过他们的钱 甚至还打工给弟弟付学费 毕业后 我辛苦工作了快八年 终于拿钱在老家 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留着跟女朋友结婚当婚房仲 但因为弟弟说 别耽误我的手套资格 让我写爸妈的名字 万一以后有机会 再精神买一套呢 我想着自己家人无所谓 就同意了 哪里想到 原来那时候 他们就开始算计我了 我这次回来 就是因为想给他们个惊喜 我如果的公司上市了 分红有六千多万呢 而且后续每年都还会有分红 我财务自由了 我正想着 回家跟爸妈商量 买套别墅 再给弟弟来几个门市 再买辆车 给他们每人留几百万 可以用来养老 生活也会轻快一些 全家人在一起去旅个游 多好啊 所以本来我只是 想开个玩笑 先说啃老吓他们一跳 然后再告诉他们 我们家发达了 没想到 被吓了一跳的竟然是我 不过虽然听到父母这样说 让我非常意外 但是我的弟弟 需要组他不会的 我从小有什么好东西 都最先给他 他相当于是我一手带打的 他跟我关心 那么好父母 这种自私的做法 他一定不会同意的 没过多久 父母雨带关心的对我说道 儿子 没事 你累了这么多年了 回家了就好好休息 我跟你憋出去一趟半点事哈 明晚上想吃啥 可以给妈发微信哈 如果不是听到 刚刚他们的谈话 我真想不到 如此关心我的父母 竟然对着我处处是算计 这时我妈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听到对面 传来的弟弟的声音 妈 啥是这么着急 还让我去房产局 只听我妈赶紧拿着电话 走到一边 让你去你就去 我爸侧身挡了一下 笑着说道 你先休息 我俩走了哈 我笑了笑没出声 然后趁他俩没有发现 也悄悄跟在了后面 果然只见他们 把我弟弟堵在路边 我偷偷走到拐角处偷听 只见他们 把之前那些话 跟我弟也说了一遍 我弟听完之后 眉头紧皱 爸妈 这样做不行 怎么能这么对待大哥呢 我妈赶紧扯下 徐耀祖的袖子 哎呀 耀祖 你哥现在不工作 就要躺在家里 谁知道他休息多久啊 万一自己存款花光了 再让我们掏钱养他怎么办 那你以后要买房子 娶媳妇 用什么呀 我爸健壮也点了点头 可不是 现在年轻人啃老的那么多呢 我们也得留点心眼啊 而且这有什么不行 我们的东西 房子也是我们的名儿 我们想给谁就给谁 给你总比让他瞎花了强 我妈再次开口劝道 你哥在京市能赚钱 她知道家里一无所有了 待几天就回去重新打拼了 用不着我们担心 我弟健壮还是有些犹豫 可是哥那个女朋友 我们也见过了 不是说要谈婚论嫁了吗 至少他那套房子 要当做婚房的 你们也过户 给我行吗 哎呀 婚房什么 你哥现在工作都没了 哪有女人愿意跟着他了 你可不一样 你在村里要是没钱没房子 那找媳妇过日子 不就更难了吗 可 可我哥万一要是知道了怎么办啊 我爸停顿了下 随后冷哼了一声 知道了能怎么样 我们毕竟是他爸妈 这么多年 你哥对我们那是孝顺的很 说一不二的 而且孩子孝顺父母天经地义 你哥知道了 也会体谅我们的苦心 才不会怪我们的 这也是督促他好好发展的 我妈也开口了 对呀 年轻人哪能休息呢 你哥也不想 想因为他上学 我们在外面打拼多辛苦啊 知道了就知道了 还能怎么样 还能跟我们吵架不成 那他就是个白眼狼 说到这里 我爸也愿发生气了 真是 要不是当年老爷子逼着我 你哥早就应该辍学了 你说农村的孩子上 那么多学干什么 男孩家家的 谁不是十几岁就出来打工赚钱 要不是你爷脾气臭 只不定你哥早就发达了 是啊 农村的孩子早当家 哎呀 那几年在外面得我们累的呀 我妈看了眼时间赶紧说到 要祖走 赶紧去过户 一会回来 看到你哥别瞎说哈 我看着徐要祖的嘴唇 无声地张开又合上了 最后点头道 行 我知道了 但是这事可是你们的主意哈 我哥他可能就是 回来休息一下 万一以后回来精神赚钱了 我还等着他给我买车呢 你们可别让他记恨上我 哎呀 还有你说 我们早就想好了 我看着眼前这一家人 其乐融融地笑着走远了 我整个人靠在墙壁上 单手捂住双眼 慢慢苦笑出声 拿到钱的那一刻 我第一个想法 就是回家告诉他们 我们能过上好日子了 我想让他们分享这份快乐 我认为我们是一家人 但是他们呢 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 只有徐要祖是家里的孩子 我算什么 我只是家里的供他们吸血的狗而已 没事了说两句好话哄哄我 一切都能过去 高中开始 我就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了 我白天上学 晚上去打工端盘子 就是怕他们压力大辛苦 我天天穿着别人给的破衣服 和不合脚的鞋子 而徐要祖呢 新衣服穿都穿不过来 他们让我体谅 徐要祖从小就在县城长大 习惯铺张忘废了 而我是哥哥 我应该让他宠着他 我听了 我也着作了 我以为我是哥哥 我应该懂事 所以爸妈不关心我 是因为我够独立 哪里想到 是他们根本就不稀罕 在我身上忘废时间 本来我说辞职啃劳只是个玩笑 但这个玩笑 让我认清多年以来 我不想承认的现实 不过 现在认清也不晚 至少钱还在我的手里 晚上 全家人坐在饭桌面前 他们相互打着眼色 随后我妈先开口了 彬彬 你这么多年在外面辛苦了 我知道你回家是想歇一歇 但家里的情况也着实不好 我垂毛吃饭 没有说话 此刻我爸可立生也开口了 就 就之前我们做了点生意 没想到钱都回光了 这房子 房子人家也要收走了 彬彬 我跟你妈也没钱了 只能住到你弟弟租的房子里 但毕竟那地方太小了 你看看 这一周你就搬走吧 自己找个地方住 他们本来以为我会吃惊 会细问 都沿着以待 准备好女我详细说说 但没想到 我只是恩了一下 我知道了 我收拾一下就搬走 我并不关心他们想如何骗我 毕竟我已经不在乎了 就像我也不会告诉他们 我拿了六千万分红一样 这两天 我刚把东西收拾干净 准备离开时 没想到我女朋友 竟然跑到老家来找我了 爸妈这两天 也在收拾家里的东西 他们看到我女朋友上门 非常惊讶 啊 晚晚来了呀 家里有点乱 你先坐会 准晚点了点头 看着屋子里 有些嫌弃的捂了下鼻子 我看爸妈都在这 也没办法跟他细说发生了什么 好奇问道 晚晚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你昨天说有事找我 我不是跟你说过两天就回去了吗 你跑过来 怎么也没让我去接你呀 累不累 你 还没等我说完 准晚就轻声打断了我 徐斌 我这是有点急 你 然后瞥了眼我父母 我瞬间就懂了 于是直接拉着准晚到我屋子里 关上门 晚晚 我给你倒杯水吧 我们分手吧 听到这句话 我瞬间愣住了 我难以置信地回头道 晚晚 为什么这么突然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 我 我说 我们分手 准晚语气坚定 我深深吸了口气 坐在了准晚身边 感觉到有些无力 我跟准晚是通过朋友认识的 他跟我一样 是外地人来京市打拼 以我们这样的条件 想留在京市太难了 于是我们本来计划努力个几年 就找个小城市定居的 本来再过一年 钱数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准备结婚了 我虽然知道他妈妈不喜欢我 但是也没想到 他这么突然就跟我提了分手 我正准备开口说 财务自由的事 没想到准晚一脸不耐烦地 直接说道 徐斌 你这人真的是没本事 在北京干政多年 就一套房子都买不起 我准备说的话被他噎了回去 晚晚 不是 不是我没本事 今是一套房两千万 普通打工人怎么买得起 晚晚 你也是外地人 在北京打拼的 你应该懂啊 准晚冷笑出声 你别给自己无能找理由了 行了 我也不想跟你废话了 我来 这就是想跟你断得干净 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徐斌 我妈给我找了个对象 我感觉挺合适的 她竟是本地人 我准备跟她结婚了 结婚 想着临晚之前总是借口加班 我想到了什么 经不住苦笑出声 临晚 就是因为钱吗 那如果我有钱了呢 我也有钱了呢 临晚转头看向我 静静的没有出声 此刻只是她的目光我才发现 她早就不是曾经的那个女孩了 她现在看我的眼里 早就没有了爱意 只要厌烦与浮躁 徐斌 你现实一点吧 你那些爱意跟钱比起来 真的非常廉价 什么都不算 而且 就算你有钱了 又能有多少呢 你这辈子都买不起精士的房子 你跟那些来务工的农民工 本质上根本没有差别 徐斌 你也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自己吧 做人还是要现实一点 我听她一字一句说出的这些话 真的感觉我的人生 就把人一场可笑的闹剧 我慢慢咧开了嘴角 好 分手 如你所愿 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后悔 祝你幸福 林婉看着我这样子 轻叹的声 徐斌 我会幸福的 你也别说气话了 以后还是现实一点吧 别人家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本来我听人家说你工作挺好的 还以为你有信能留在京市呢 说我天真了 你一个月那点工资 死也不够 不过我也不欠你什么 虽然你对我挺好 但毕竟我也陪了你挺久的了 我低头没有再跟他说什么 林婉见状 直接离开了 而我此刻突然感觉 也许不幸的根本不是我 而是他们 现在 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都有了 可是这些人 却在一切唾手可得的时候 露出了真面目 是老天爷也知道 他们不配得到这一切 爸妈看林婉就这么一个 招呼都不打离开了 瞬间脸色难看了起来 什么人啊 一点礼貌都不懂啊 不说给我们做顿饭 这看到我们跟没看见似的 丁丁 这样的女人可不能娶听到没有 娶了就是家门不幸 娶不了 分手了 我冷冷出声 爸妈听到我这么说 互相看了一眼 哎 你看你 没工作女人都嫌弃你了吧 行啊 你这趁早赶紧回京市 好好找工作吧 之后我们还要养老呢 你弟还想要抬车 你不努力回去打拼 难道还想让我们满年过苦日子吗 我不想跟他们再说些什么了 直接点头道 收拾好了 我就回京市 爸妈见状 连连开心点头 这就对了 年纪轻轻在老家待着干傻 出去好 出去好 听到这里我差点冷笑出声 他们当年对弟弟可不是这样说的呀 那时他们说的可是 你出去干傻 待在家里 我们工作 车房都给你准备好 你可以会每个月给你钱花的对吧 而我还真的每个月或多或少的 也还打了不少钱 想到这里 我冷冷撇了下嘴角 放心 以后能让你们再从我这拿到一分钱 都算我不是人 回到京市后 我把公司的事情都交接好 直接离职了 公司想要挽留我 于是提出了 可以跟我签签制协议 偶尔帮帮忙 我同意了 我们这帮财务自由的人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了顿饭 随后感觉闲着也没什么事 有人就提出了开个公司 做点小生意吧 反正也不是赔不起 我也没什么所谓 就答应入股了 那天跟他们聊得还挺开心的 结果回到家里 就发现家里被人抢劫了 整个屋子都被搬空了 就连窗帘都没有留下来 我整个人瞬间就醒了 直接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 警察通过物业的监控视频查出来 林婉竟然连一个热水壶都没放过 全都被搬空了 我都被气笑了 直接让房东报警处理 一日 我在酒店里睡觉 林婉发疯了一样的给我打电话 我迷迷糊糊的接了起来 谁啊 徐斌 你是穷疯了是不是 你竟然报警 我被他这尖叫声 瞬间吵得直中霉 我把手机拿远了点 看了看屏幕 我吃笑出声 林婉 我怀疑你有没有脑子 这东西是房东的 你说偷就偷 还不让人报警啊 林婉发疯了一样 在那边咆哮 什么房东的 那都是我的 是我给你列的清单 你买回来换上的 我跟你分手了 我拿走自己的东西 有什么不对 你们凭什么报警 赶紧给我撤销了 要不然我跟你没玩 我都对他这个脑回虎无语了 我慢悠悠的说道 哦 那你跟警察叔叔说去吧 你看警察叔叔 认不认可你这支账的说法 我吃笑了声 直接把他拉黑 然后清空了 所有有关林婉的内容 这几天 我去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 尝到发现了几块吸肉 看着这个检查报告 我突然有了主意 一个月后 我直接去了 我弟弟租的房子里 爸妈因为 还想让我掏钱买车 竟然就还住在 弟弟租的小货房子里 也是能忍 我去了之后 二话没说开始哭诉 爸妈 我生病了 公司辞退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怕你们担心 才没说实话 爸妈脸上的肉 突然控制不住 抖动一下 然后甘笑道 冰冰 你别开玩笑 你这身体看得多好啊 我神色悲切 低声哽咽道 我 我今年体检的时候 检查出了肠癌 不过 还不是晚期 多亏发现了及时 爸妈 我知道 家里现在钱不多了 你们也不容易 但是 我之前不还有套房子吗 就三十多万 医生说 三十多万 我的病情就能控制住 说完 我满眼期盼的 看向了他们 爸妈 算我借的 弟弟 弟弟不还有工作吗 总能有点存款的 救救我 求你们救救我 我爸听到这话 一下子慌了 语无论刺道 我们 我们没钱啊 你弟弟 弟弟 我们想想 想想啊 冰冰 你别着急 你放心 爸妈一定会帮你的 他们让我坐在沙发上等会 然后说 两个人算算 到底还有多少钱 我看着两个人进屋 冷笑了下 走到阳台窗户那边 静静的听着 果然 这两个人算计了起来 冰冰 说的是什么 癌症 那可是癌症啊 他那套房子是还在 但是他没工作 又癌症了 天啊 这房子给他了 也不够啊 我爸健壮也低声说道 不能给 癌症怎么可能治得好 给了就白瞎了 而且癌症啊 身体也会慢慢不行的 这家里都得被他拖垮了 我妈慢慢哭出声来 那可怎么办啊 不给 不给这孩子 要是赖上我们怎么办啊 要不给他看看中医 我爸叹了口气 看什么中医 那个必要都没有了 想想办法能不能给他治外地去 让他自生自灭 不拖累家里最好 听到最后这句话 我的心彻底凉透了 我妈沉默了片刻 哽咽道 哎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像你爸 前几个月刚摔断腿 只要去了医院 也花不少钱 扔村里随便看看 凑合一口气呢吗 这冰冰可是癌症啊 那得花多少呢 我爸冷声道 别提我爸的心烦 现在村里没事 还打电话骚扰我呢 不管 管什么呀 那么老了死了拉倒 行了 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 我气得浑身发抖 这事情必须马上了解 晚上 我弟也回来了 他们没想到我会偷听 把弟弟拉到主卧 把我的事情不跟他说了 我哥看着状态还行啊 早起嘛 看着是不严重 哎 现在不是说他病的事的时候 你快想想办法 怎么给你哥弄别地方去 让他不能回来拖累我们 我爸这时候 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要阻 你不是说有那种旅游团 去啥缅北 去了基本就回不来了吗 我弟犹豫了下 是有这种打着务工的幌子 但基本上去了就完了 你哥 这只癌症啊 能拖累死人的 瞬间 屋内三个人都不说话 最后我爸发话了 就这么定了 就是让他去散散心 我们给他找找这种渠道 给他报一个 我妈和我弟都没有再说什么 我静静的听着 他们计划着怎么骗我 怎么让我独自一人死在外面 还好 我早就对他们彻底失望了 我直接手机发个微信出去 明天 明天一切就都可以解决了 一日一大早 他们就开始跟我眼上了 先说我弟 哥 对不起 你给我们点时间 我们先想办法借一些 现在家里真的没多少钱了 哎 都是我们不争气 然后我爸可开口了 彬彬 你怪我吧 要不是我瞎忙 会想给你和药族多攒一点 就不会把家里所有钱都亏干净了 你怪我 怪我吧 最后我妈也开口了 彬彬 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不管你的 我跟你爸想给抱个旅游团散散心 等你回来 我们带你去看病 我没有说话 这是门口传来的吵掌声 徐彬 徐彬你给我滚出来 别以为欠了钱跑到乡下就没事了 哪里我们都能找到你 随后只听见剧烈的踢门声 把我爸妈和弟弟吓得够呛 我弟惊惊地看着我 哥 哥你欠钱了 他哆哆嗦嗦地去开了门 可能是怕把门踢坏了 还得赔房东钱吧 几个绑大腰圆的鸡肉男走了进来 徐彬 你工作没了 又得了病 今天要是找不到你 等你死了 我们的债跟谁要 爸妈看我不说话 发疯了一样大喊 我们要报警 你们谁啊 什么地痞流氓 鸡肉男捏了捏自己的手腕 恶狠狠地笑道 报 赶紧报 徐彬与歪歪欠了我一百万 警察来了 别得认账吧 这个数瞬间吓得他们腿软了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怎么会欠这么多钱 你想我们死了 我懦懦开口 就 就之前买房子花了一点 然后还给女朋友花了一些 我爸气得就想打我 鸡肉男直接护住了我 我可是知道他生病了 死人了 到时候怪我们身上 想得美 我打听过了 他有套房子 你们拿出来抵债吧 我爸看着四个大块头 屋子里都差点装不下 下要说话都不稳了 我们 我们没钱 大块头冷笑了一下 行 那你们把这个签了吧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份断绝亲子关系证明 把这个签了 我们把你儿子带走 至于他以后是死是活你们 就不要管了 说到这里 他冷笑一声 钱 我自己会想办法从他身上赚回来 我爸妈和弟弟一听 简直速度极快 马上签了名 一看他们的神情 就是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签完马上就把证明递给了带头的 走 带走 我们跟他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鸡肉男摇摇塞帮子 恶狠狠地说道 真没见过你这种畜生啊 行 然后带走了 我没有回头 跟着他们大步离开了 上车后 鸡肉男气得不行 哥 你家人这么垃圾啊 断得好彻底断得才好 我十分感谢地 跟着几个来帮忙的哥们握了握手 然后一人给了两千辛苦费 他们连连摆手 最后被我逼着收下了 我急得不行 拿着证明 揣好 直接来到了爷爷家 爷爷整个人憔悴不已 他看着我连忙起身 冰冰 你怎么来了 工作辛苦不 爷爷 说着就想下地 我忍着眼泪 看着他腿伤了 没人管就一个人气气惨惨地在家里 我二话不说 直接就把人带回了 京市找最好的医院 给爷爷看病 还好爷爷只是摔伤没及时处理 只要好好休养照顾 很快就会恢复了 我直接在京市买了房子 方便爷爷看病 我和朋友们开的那公司 竟然拿到了投资 而且越做越顺 之后我又顺手 又投了几个看好的想象 没想到竟然都盈利了 就这样 我很快就在京市 又买了套别墅 还利用人才引进 落后在了这里 爷爷被带走了的事情 我没想瞒人 也瞒不住 等爷爷身体好了之后 陆陆续续有人开始 跟他打听了起来 我没有拦着 也不在乎那些 我知道早晚有人会找上门 但没想到 第一个找上我的 竟然是前女友 他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 打听到我财务自由了 然后就没事换电话来骚扰我 徐斌 我本来就是 计较你回老家不告诉我 你怎么这么久都不联络我 我都无语了 林婉 是你跟我分的手 别搞得像失业了似的 林婉梗了一下 然后撒娇到 没分手 我不就是 哎呀 耍耍小脾气 我差点被他逗笑 你疯了呀 还小脾气 你不是有个精神男友了吗 别来骚扰我 挂了 林婉瞬间着急了 没 徐斌 我没找别人 我最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你 你就原谅我吧 别 千万别 我现在可会回头舔你了 我曾经是真傻比啊 我本来想跟你说的 我有钱了 拿了六千多万分红 但是你不想听啊 你就想跟我分手 我本来想给你买房子 买车 让你以后不用辛苦工作了 但是不想过这种日子 现在你回来 跟我叽叽歪歪什么东西 林婉听到这里 瞬间哭出了声 徐斌 我错了 真错了 那个男的 他赌博 他打我 徐斌 你救救我 救救我 活该 渣男见女 绝配 锁死吧 没过几天 林婉的妈妈竟然也给我打电话过来 徐斌 都是我的错 你怪我吧 是我逼着婉婉跟那人在一起 你原谅婉婉吧 阿姨 我记得当年我上你家拜访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 我是小地方出来的 配不上你家婉婉 还把我准备的礼物都扔我出去 我现在都记得 他们家那时候的嘴脸 是你说 我如果攒不到二百万 不准上门提亲 眼看我什么都有了 是林婉 林婉亲自跟我分的手 这证明什么 证明你们家没有这个福气 那个男人对林婉不好 分手不就得了 来骚扰我干嘛 林婉妈妈在那边顿了顿 然后痛声说道 那林婉还上哪找合适的有钱人啊 徐斌 你看他看在 得赶上我就是人家眼里的冤大头呗 我赶紧打断道 阿姨 不好意思 我现在也是有钱人了 所以我也看不上您家的林婉的再见 赶紧拉黑 影响我的心情 这天 我跟爷爷在别墅里种菜 别说 以前我根本不喜欢 现在感觉种菜就是华夏人的本命嘛 这时 爷爷进屋去拿个东西的时候 爸妈和弟弟突然找上门 我弟最先开口了 一开口竟然就是指责 哥 你骗我们有意思吗 一家人你还耍心眼 你看你这北京别墅都有了 还不请我跟爸妈进去坐坐 你看你给爸妈急的 都瘦了 我看着我弟无事发生的样子 真是佩服 我擦了擦手 徐要祖 你失忆了 你们不是已经跟我没关系了吗 怎么 听说我有钱了 又想上门来吸血 徐要祖听我说话这么不客气 皱着眉头喊道 徐斌 你有钱就了不起了呀 会不会说人话 跟人说人话 你配吗 我的房子也在你名下了吧 先把我的东西吐出来 你再爸爸 这次一说出来 他们三个都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 我把擦手的纸巾 往他们脸上一扔 直接弄骂道 我一开始就知道 我本来就是想跟你们开个玩笑 哪里想到 你们对我没有丝毫亲情不说 还想着把我骗到国外 自生自灭 我爸有一瞬间心虚 但又突然挺着腰板开骂道 骗你怎么了 你是我们儿子 徐要祖是你弟弟 你养我们 给我们花钱就是应该的 我被他们无耻的样子气笑了 听你放屁 一分钱我都不会再给你们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再不滚我报警了 爸妈瞬间在我家门口哭好起来 天啊 没天理了 但儿子不孝顺 有钱也不给我们养了 不管父母天打雷劈啊 不孝子啊 我听着他们哭好 躲了躲耳朵皱眉道 二位谁啊 我可没有爸妈 断绝关系证明还在我手里呢 你们不是有儿子吗 诺 徐要祖 快 你怎么让你爸妈哭这么惨 不孝子 白眼狼 畜生一个 我爸一听我这么说 气得就想起来动手 我直接抓住了我爸的手 怎么 还想打人啊 你配打我吗 我爷爷摔伤了 你们不理不管丢弃一旁 我呢 我就是开个玩笑 你把我房子都顾护给弟弟了 就怕我花钱 我说生病了 你们竟然想给我骗到年费 有你们这样当爸妈的吗 你们真是不怕遭报应啊 说到这里 我笑出了声 说起来 我就是想跟你们开个玩笑 人在做 天在看 老天爷都感觉你们不配 我当时可是想给你们买别墅 买豪宅 买车 再给你们一人几百万养老呢 我爷爷听到声音 也气得拖着拐棍走了出来 畜生 来 我是你爹 你跟我讲究讲究 要怎么孝敬父母 冰冰这么多年 靠的都是自己 你们的自私自利 还想害了他的命 他那套房子一百多万 给你们算是对得起你们了 你们还来干嘛 敢跟冰冰说孝顺 来 孝顺 冰冰给我花了好几十万看病 你们把钱都还给冰冰 说着 爷爷回头直接去花田那里 拿起花盆 就往他们身上扔 瞬间他们仨就被砸得连连后退 看着我爷爷马上就要冲过去打他们 他们赶紧回头 就往车上跑 爸 爸你干嘛啊 爷爷 我是药祖 药祖啊 祖你的奶奶 我打死你这个白眼了 我扶着爷爷 让他别那么激动伤了身体 看着人被赶跑了 老人家毫不在意的哼了一声 这帮东西我早就看清了 不激动 还没我没我跟隔壁家奶奶 跳广场舞 运动量大呢 冰冰不怕 这帮玩意就是欠收拾 走 我们回屋 爷爷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糖饼去 我笑着扶着爷爷走了进去 工作的事情 我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爷爷年纪已经带了 我决定带着爷爷四处看看 他早年为我那么辛苦 我之后工作了 也没办法总陪着他 现在有时间了 有些人根本不值得我再去花时间 精力应对 于是 说走就走 定好行程 我带着爷爷开始游历祖国的大美山河